下一個我們要上的是現在基本上不會考計算齒輪 齒輪 現在沒有人考計算 基本上沒有人考計算 齒輪就是兩個圓圓的旁邊有牙齒 然後互相契合在一起然後轉動 它可以達到兩個目的 考試就考這兩個目的 一個是可以用來轉動 一個是用來改變它的轉動的方向 上面是你們那個修正帶立可帶的狀況 那麼它的作用就是要轉 改變它的轉動方向 你可以看它圖上面畫的 一個試輪中轉 一個逆時鐘轉 好 轉動方向會改變 下面呢就是腳踏車的情形 再來就是傳動它的轉動 它兩個轉方向是一樣的 通常腳踏踩的時候是試輪中踩的 試輪中踩 所以兩個都是試輪中轉 這個是用來連接它之後 讓它的傳動 傳遞它的轉動 傳遞它的轉動 然後呢 古時候有考計算題的時候是 這個齒輪中間有個小小的軸心圓柱 然後呢不管大小 它的圓柱都是一樣的 然後就把東西掛在柱上面開始轉動 它就會捲上去或是放下來 然後就來考計算 萬一現在仍然有人考計算題的時候 Keyword核心觀念就是齒數相同 它們一個接一個 所以轉過的牙齒數相同 如果大齒輪有五十個牙齒 小齒輪有十個牙齒 那就表示大齒輪如果轉一圈 小齒輪要轉幾圈 五圈 要轉幾圈 它就會捲五次上去 捲五圈上去 然後用來做計算 但是我想過現在應該不會有人考計算題了 你就知道一下可以公用就是要來改變轉動方向 或者是來傳遞轉動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來 待會請你上來 用你的奶油桂花筍指出來 這上面至少有三種簡單機械 你們還沒有學斜面 我就用斜面動力指 這裡有斜面用手一指 哪邊有斜面只給我看 你告訴我這裡至少有三種 你跟我講兩種 好 這裡有哪兩種簡單機械 然後 說有斜面指 哪邊有斜面 好 總共有三種 總共有三種 你跟我講兩種 你跟我講兩種 好 這個沒有辦法變小 然後拿到旁邊去好了 拿到邊邊來 好來 上來 拿你的奶油桂花手指給我看 哪邊 什麼有指哪一桌某某幾年單機械 然後用手指在哪裡 在哪裡 方子民 譬如說斜面 好 斜面 好 斜面 斜面這樣什麼 你給我看 斜面這個 斜面是我講的 我舉例 你要自己講 這個 這是什麼 齒輪 齒輪 還有呢 他跟你講那個腳那邊 腳 講什麼腳啊 這什麼 槓桿啊 這槓桿喔 好 回家 回家 那個叫槓桿 你也太厲害了 回家 來 這裡有 齒輪 腳踏車是靠齒輪帶動他轉的 所以有齒輪 這個是槓桿 還有 輪軸 輪胎的本身 裡面裡面有一個小小的一個大圈 對不對 輪胎的 輪胎就是個輪軸 然後你踏 腳踏車的踏板的地方也是個什麼 齒輪 輪軸 也是個輪軸 也是個輪軸 踏那個踏板的轉換也是個輪軸 還有 你的把手也是個輪軸 它雖然它看起來不遠 也是直的 可是它就是也是轉圓圈圈嘛 等於它也是個輪軸 所以都是輪軸 椅子也是輪軸 椅子也是輪軸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OK